华为X3跟三星负了是谁更好 这一次我先说解论啊 华为X3赢了 因为华为第一代的这个折叠屏 X2呢老而讲 跟这个童年发布的三星上一代的这个折叠旗舰 负了三比啊 那使三星的更好 你不然从这个屏幕数字啊 这个5G网了 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不用去管它 你就说这个折叠屏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啊 一个是外屏的这个刷新率啊 X2呢 它这个内外屏刷新率只有90赫兹嘛 而三星负了三的时候呢 你不光是内屏 这个120赫兹 外屏它也做到了120赫兹嘛 然后第二个重要因素呢 就是重量 虽然说Ford3也挺重的 有这个271克 但是华为X2呢更重 295克嘛 所以说那手机用起来的话 那个华为X2是比较吃力的 然后Ford来到了这个第四代 就是这款手机的时候呢 它在X3 就是Ford3的这个技术上 把这个重量做轻了8克 只剩下了263嘛 这重量明显减轻 使得手机更好用了 那因为你从全球范围来讲的话呢 三星目前是折脸手机市场的这个老大 是吧 华为是 反正就哪怕不被这个美国制裁 它一开始也是老二嘛 所以说老大在原本已经有的这个优势之下呢 继续发力 眼看着就要把这个华为呢 就这个距离呢 拉得更大了 就在这个时候 华为今年出招 弄出了这么一个插战 这玩意吧 你说实在的话 非常好 非但说是没有被这个三星呢 继续拉开插具 我甚至认为啊 就是目前这一代的这个X3 它的这个综合实力呢 把这个三星给抄了 那因为第一个 X3它内外屏现在都做到了120赫兹 流畅度的话呢 直接赶上 最关键的是 它的这个重量 这一回啊 华为X3的这个重量实在太让人惊喜了 它的这个常规玻璃板啊 只有21克 如果说是现在这款素皮板的话呢 239克 这个iPhone14 Pro Max 大家都知道的 它作为一个直屏手机 现在重量是来到了240克嘛 也就是说是华为X3 目前的这个素皮板的这个重量 比直屏手机的重量还轻一颗 所以就这个重量的话 你合上握持 不重 你展开握持 你把这个重量分摊到两只手握持的话呢 就更轻 这个重量 前所未有的 那比这个三星Fulls的这个握持手感的话呢 有了显著的提升 这个你从两个机器的 实际上你从厚度上啊 你完全对比就对比得出来 华为这一次的就是明显的呢 它就轻薄很多 折叠手机啊 你别扯什么其他没用的 你现在最大的一个痛点 就是得把这个重量给做下去 谁能够把这个重量给做下去的话 谁能就给更大的占据它的这个优势 华为这次实际上就通过这个材料优势 以及呢 它这个内部结构的这个创新啊 就把这个重量给打下来了嘛 而且还有一点 就对于折叠手机的话 很多人关心 就是你这个手机的这个折衡 三星的这个折衡呢 其实从第一代到第四代 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 而华为呢 就是第二代X2的时候 它的这个折衡也是蛮明显的 跟三星半斤八两 谁也别说谁 但是到了这一代 华为通过它的这个角链重新设计啊 它最终在这个折衡上就做出了升级 大家可以 其实可以看看啊 就这一代华为的这个折衡就不那么明显了 你不同角度看 你都不那么明显了 三星的这个折衡啊 其实还是蛮明显的 对不对 那其他方面的话呢 用这个折衡手机多数的 就是商务人士 对电池容量充电速度也是蛮看重 这一块的话 本身就是华为领先 华为现在这个X3是四百 四千八百毫安 然后呢 这个三星是四千四百毫安 对不对 然后呢 充电速度的话呢 这个三星还是祖传的 二十五瓦快充 是吧 连四十五瓦都不肯上 你华为的话呢 六十六瓦快充 是说单就这么几个关键环节 三星以前的这个优势 你会发现被华为操了 三星华为以前都平庸的地方呢 华为这边进步了 三星这边呢 还是平庸 是吧 而华为领先三星的这个地方呢 诶 华为还是领先三星 所以说当这三种情况同时发生的时候 你自己说 在这个产品力上 那我说这一代的这个华为X3 是吧 已经超过三星Ford斯了 有没有问题 我认为没什么问题 当然支持三星的这个朋友可能会说了 那三星的这个做工啊 质感啊 各方面比华为好啊 对吧 屏幕素质也要比华为好 这两点呢 我倒基本也能认同 因为这两个手机 我实际上手都用了嘛 你还别说 就是从做工跟屏幕素质上来讲呢 三星确实还是要稍稍的优于华为的 但是呢 差距其实非常微小 小到多数人啊 根本就感受不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个三星如果说只能够在这种感知不到的 这个细小的地方去 这个才能够超越华为的话 那三星在这个折叠领域的这个地位啊 确实我看是比较危险了 现在也就是华为还在5G这个问题上被美国人卡脖子呢 一旦5G这个坎要迈过去了 让华为缓过劲来的话 那么我认为三星在全球折叠手机市场当中的这个老大地位呢 很快就会被华为这个老二呢 取代了 对此呢 我是身心不移的 对不对 那不知道大家觉得华为在这个折叠领域 能不能够最终取代三星成为最终的霸主呢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写评论 我是大白 下期白发手机再聊